海底总统员告诉我们 条条管道通大海 当然那是在西里 所以你可以换成条条管道通河流 对吗 如果NEMO看了今天这条视频 我想他一定会重新制定一个逃亡计划 因为想要在污水处理场里面蒙混过关 太难了 我是火箭叔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当你按下马桶上的冲水开关之后 接下来都发生了那些事情 通常城市的下隧道 有两套独立的排水系统 雨水和污水 也就是我们经常听说的雨污分流 理论上呢 雨水管道的确是可以连接到江河湖泊的 因为从字面上理解它 收集的只不过是雨水嘛 来自自然回到自然再自然不过了 但其实没那么简单 因为如今的雨水不再单纯 空气中和地面上有那么多的诱惑 怎么能视而不见呢 于是汽车尾气 工厂废弃 油粉层等等化学物质都结伴同行 稀里哗啦就流进了雨水管道里面 所以他们仍然是要流进专门的处理工厂的 但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说的重点 我们要说的是处理起来更为麻烦的东西 它的起点就是你们家的马桶里 我们每天所制造的生活废水相当惊人 纽约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 每天需要处理高达500万吨的污水 如果把这些来自马桶和厨房水槽的水 灌到石海里面的话 只需要花上8年的时间 就能够让你体验到别样的漂浮乐趣了 当然这里的乐趣是一定要打上引号的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污水处理场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简单来说 生活污水先是集中到城市中的 这些污水处理场里面 经过处理之后 再排放到治安环境中 从而让你在再次喝到它们时 不会尝到它们从前的味道 有点恶心对吧 但事实就是这样的 既然我们总是在品尝 不知道是穿过了多少个人的肠子的水 所以知道它们到底要经过怎样的处理 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让我们来到污水处理场 第一个步骤叫做预处理 目的是要清除掉污水里面混着的较大的物体 使接下来水体能够更加的均匀 这里靠的是一种叫做条形塞网的设备完成的 是的 每一个被你冲进马桶里面却化不掉的东西 在这里都被记录在案 所以说嘛 要是NEMO真的是从下水到逃亡的话 连这第一关都过不了 因为不管是塞出了什么样的东西 它们的命运都是被拉往垃圾处理场 接下来经过浴处理的水会进入沉沙池 它的目的是去除掉那些 没有被塞网过滤掉的漏网之鱼 通常是一些很细的沙石或者类似的颗粒物 去掉它们很关键 一是它们不能被后续的化学过程给解决掉 二是留着它们很有可能会堵塞或者损坏水泵 导致整个工厂停摆 其实去掉它们的原理也很简单 就是让沸水旋转起来 这样较重的颗粒也就自然而然的沉降到了池子的底部了 通常有三种不同类型的沉沙池 水瓶沉沙池 冲气沉沙池 和涡流沉沙池 原理都差不多 效率也都差不多 经过沉沙之后 污水将流向沉青池 这一步其实也是一个物理过程 靠的就是细微颗粒物的自然沉降 只要泵入沉青池的污水数率 低于其中颗粒物的沉降数率的话 就能够让更清澈的水自然的从上方溢出流向下一个环节 理论上讲 从这一步流出去的水 里面的固体颗粒物尺寸应该已经小于10微米了 好 那么接下来重点就是要对付那些小于10微米的东西了 它们通常都是一些有机物 比如有害细菌什么的 这一步的处理在暴气池里面进行 这里有数百个甚至数千个微型气泵 从池底往池子里面不断的吹泡泡 同时一种叫做活性污泥的东西 也一起被放到了水里面 这是什么呢 你可以把它们理解为一群24层7 不停的吃湿湿的吃货 最爱的食物就是各种各样的有机物了 所以充足的氧气和活不好动的吃货 组合在一起把暴气池变成了一个完美的有机物 分解天堂 流过这一步的水 既没有多余的杂质 又减少了至少85%的有机废物 其实已经可以安全到应用了 只不过我打赌你肯定是不愿意喝的 我也一样 那么再加一步消毒呢 让我想想啊 污水处理的最后一步 无疑就是消毒了 通常会有三种不同的方法 氯气抽氧和紫外线各有利弊 每个污水处理厂也会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进行选择 总之经过这一步的污水 已经可以骄傲的把前面那个污渍去掉 奔向自然的怀抱了 只不过过不了多久呢 它肯定会再次跟我们来一次亲密接触的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让科学更有趣